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这个永龄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呢 他是公开的发表八点声明 强调说呢 关于买疫苗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他认为还是需要政府来授权的 官民合作还是必须要有个正式的授权管道 所以他也在八点声明中的最后一点呢 就喊话总统说呢 希望可以跟他来正式见面来授权给他 那么其实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行政院则有今召开记者会 由这个发言人罗秉承出来表示说呢 政府愿意授权 把这个正式授权呢 授权给永龄基金会 让他们去跟德国的BNT来购买500万剂的疫苗 但其中也包括了6月10号呢 也来申请的台积电 那今天下午4点钟呢 刚刚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也表示说呢 总统会在4点钟的时候呢 会见这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以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先生 就授权台积电及鸿海有灵基金会 购买各500剂原厂的BNT疫苗的相关事宜 来进行会商讨论 不过呢 这场会面呢 其实是不公开的 所以并没有开放给媒体采访 不过呢 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呢 也会召开线上记者会来 转述三人的这个会议内容 那以上是我们收到的最新信息主播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按赞分享